海贼王1022,山智重回三大战力,竟偷袭索隆反现围攻。 根据海贼王官方爆料的第1022话情报,本次海贼王的核刊即将结束,同时下一周会继续连载,也就是说,海里们下一周可以继续欣赏海贼王高潮剧情。 在漫画1022话简短的情报中,我们可以知道山智正在与Kin和Queen以EB2的状态进行战斗,对于山智的战斗力一直保守争议,很多人认为自从沈平加入以后。 山智变妙退出三大战力,不过从目前的漫画剧情以及官方爆料中,一己之力对阵三在其二,可以说是韦田荣一郎对于山智的郑重肯定。 在领面上山智以EB2,不过时间久了肯定会战力不足,马尔科作为前来支援的外援,在本次战斗中当起了辅助的职责。 在山智北King和Queen为宫的情况下,马尔科一旁辅助并照顾受伤的索隆,同时替索隆挡下King的偷袭。 在治疗过程中,马尔科将King的身份进行揭露,King是来自红土大陆上一种可以发出火焰的种族,那里的生活环境从名字上就能感受到非常恶劣。 实力不俗的King在围攻山智不果的情况下选择偷袭索隆,不过索隆在动漫中的恢复力一直是仅次于陆飞,在马尔科替索隆抵挡一击以后,索隆恢复战力加入围攻三三的战斗。 作为草帽海贼团的盟友,基德海贼团的处境也不得不提,基拉是基德海贼团中的第二战斗力,他与霍金斯的战斗可以说是压倒性态势。 但是作为稻草果实的拥有者,霍金斯运用果实能力将自己的生命体征与基德进行相连,这使得本身处于上风的基拉却无从下手。 从透露的情报中我们分析整体形势,作为一部热血漫画,里面的反派大BOTS集团肯定在前期处于极大的优势,不过随着草帽海贼团的反攻以及盟友们的支援,和之国的战局进入白热化状态。 这时候便不得不庆幸下以周海贼王并不休堪,因为在目前的剧情中,凌空六子权限溃败,作为凯多军团的战力风向标,凌空六子的全面失败标志着和之国的战斗已经提前写下结局。 被称为第五皇的陆飞在与凯多军团战斗之前并不被外界看好,不过经过和之国的战斗,不论最终的结果是胜是负。 陆飞已经拥有第五皇的实力,根据目前的形态走势,和之国战役胜利的方向已经向草帽海贼团转移,陆飞也即将在这场战斗中登顶新的阶段。 如果文章博您一笑,很希望得到您的赞哦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